本周早些时候,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城市曼苏拉一个警察局发生强力爆炸,15人死亡,100人受伤。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谴责这起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行动。 西奈半岛一个受基地组织影响的组织宣称对这次事件负责。 但星期三,得到军队支持的埃及政府指责穆修会策划了这次攻击行动, 同时将穆修会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有关官员说,这个定性意味着禁止穆修会的活动,其中包括示威游行。 当局可以以从属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而起诉穆修会任何成员。 政府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走回头路。 埃及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绝不会屈服于穆修会的恐怖主义。 穆修会的罪行远远超出了所有道德、宗教和人类所能容忍的体现。 在开罗,一些人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 从最近国家发生的事情来看,总理决定宣布穆修会为恐怖主义组织,这是百分之百正确。 看到无辜士兵每天遭杀害,让人难过。 三天两头发生爆炸,这个国家永远不会进步。 这是个非常好的决定,但是来得太晚了,应当早一些做这个决定。 穆修会是个使用暴力、恐怖主义和炸弹的组织,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应当被取缔。 星期三,穆修会成员驳回了贴在他们身上的恐怖主义标签,并誓言继续对罢处穆尔西表示抗议。 抗议活动导致穆修会成员与安全部队发生激烈冲突。 安全部队最近几个月逮捕了包括穆尔西在内的许多穆修会最高领导人。 在冲突中,一百多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伊斯兰教育派成员。 麻烦闹开览保和服务部转织,应当有胸部装作御经文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